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 然后呢 这个在我的直播上面的意见调查 他可以多一个郭台铭 但是在YT聊天室的调查 他只能选四个 所以郭董我只能割爱 这一点要请大家特别的理解 不是我不把郭台铭放进去 是放不进去 好不好 这个阿智可以作证 我在YT的那个连结 我的选项是五个 我里面有放郭台铭 因为他上个礼拜送的一百万 一百多万份的连署 我们还是要给他尊重 那至于这一百多万的连署 到底几份算数呢 要等到11月14号 中全会才会公布 那中全会登记的时间 是11月20到11月24 也就是两个礼拜之后 今天6号嘛 这两个礼拜之后 好 那来来来 来开放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投票大家投一下 如果最后蓝白没有合作 国民党推的是侯涵配 然后柯文哲选柯文哲的 赖清德选赖清德的 那你的 你会不会去投票 你要投谁 好不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意见调查题目 来 我们现在开放我们的口音电话 距离大选还剩下68天 这个 周休二日一过呢 这个糊涂糊涂的 上个礼拜还70几天 这个礼拜已经进入68天 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 下个礼拜就剩50几天了 时间过得很快 数捷就过了 好不好 来来来 开放我们的口音电话 023-63-995 这个2024的中央大选 你的看法 除了我们刚刚的意见调查之外 也欢迎你口音进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口音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 这个非常遗憾的 接到像台北王先生这种 这个比较像是那种来捣乱的电话 那基本上我是没有办法过滤的 我也没有办法设访 我怎么知道他打来他要讲什么呢 那他要用这种 这种开玩笑 make fun of me 这种嘲笑我的方式来call in 这个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每个call in进来的朋友 我都是以礼相待 我怎么知道他是打来乱的呢 我还很认真的问他那你到底要投谁 结果搞半天 他是在那边耍吧 那台北王先生没关系啦 你到底是不是姓王我都不晓得 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尽量不要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办法一直开call in 这天下请大家谅解 我一天也只能接六通的call in 然后一趴也只能接两位 好不好 你真的有准备的再打来 这样子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说你是打来聊天的 打来你没有准备打来的 那个 就是你call in的 你的论述跟你的内容 大家都在听啊 又不是只有我们两个在聊天 我们这个是call in的 是公开的啊 你是不是有备而来 是不是言之有误 所有的听众朋友 所有的观众朋友 他们都是裁判啊 他们都是见证啊 好不好 欢迎有备而来的朋友 现在打电话进来 那你还没有决定 你也不知道要讲什么的 就不要打了啦 好不好 你下来跟我说这个 我也 我给你起生日也不好意思啊 对不对 我今天中午直播 还有人说 惠文 你不用移民了 我不用移民了 我这辈子还没想过 我怎么 我要拿什么东西去移民 我都不晓得 好不好 来来来 请线上的朋友 勇敢的打电话进来 0223 63995 准备好的再打 然后 你要支持谁 你对蓝白河的意见 对蓝白河的看法 对2024的大选 请你打电话进来 0223 63995 那个聊天室的朋友 不要再聊了 勇敢的call in 好不好 又不是每天都有call in 你们是在想什么 汪奶奶你也可以打 海岩宝宝你在干嘛 刘克奇 你也没打过啊 相继闻 好 这个POH过了一个礼拜 过了一个周末还在纠结 不是啦 这个POH我ban你一个小时好了 因为我也不晓得你这有什么意见 因为如果是打电话进来乱的朋友 我比较不欢迎 好不好 这个跟纠结没有关系 请你不要在那边无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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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你好你好 你好 高雄姓王 我其实形容他太多 我只能形容他的时候 为了是78年的时候 在北朝的那件事情到现在 永远都是怀念在人民心中的样子 好外的话我相信人民在做解电 78年是什么事情啊 那个林静心 陈静心的甲子仁子的 那个为什么是78年 你时间又讲错了乱讲 我不是白病病的那个人那些事 那不是78年啦 你都别说 87年 也不是87年 反正你就是乱讲就对了 不是78年也不是87年啦 我就希望说 陈静心啦 不是林静心啦 陈静心 人民要决定在一块土地上的话 要按定的话 就是要和平 是 那真的是 为了说你们想要战争的话 要台独的话 就是戴亲的 很简单 这块土地是我们人民在做决定啊 王先生 那如果是侯科配或科侯配 你可以吗 我 我讲实在啦 和科侯配是应该的啦 割侯配的话 我会很痛心啊 很累投票了 哦 科侯配你会含累投票 科侯配对 好 谢谢王先生 时间的关系 好久没有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啦 加油 你好久没有听到我声音了 表示你都没有听我的节目啊 没有 我好久没有跟你这样抬杠听声音啦 我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有印象我一点 你记得你打来我根本没印象 你上次打来我们聊什么 哦好久了 我都会讲到狗废火车的事情 那很多年啊 对啊 我一直 我都在听我就是不得了才不 今天是心情很好 想要听这会我呢 听个对方 王先生谢谢 谢谢你打来 谢谢 王先生你 我没有印象啦 那狗废火车是我们很久以前的单元啊 那个是郑晓晴还在我们电台那是20 2016的事情啊 他离开我们电台很多年了 狗废火车的单元我们已经取消很久了 所以这个高雄王先生是资深的听众 非常感谢 来来来 我们还要再接通 0223 63955 这个欢迎有备而来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好 对建中你也没打 你什么下一位是什么意思 选举本来就要互相尊重 这跟互相尊重有什么关系 中诚哥你们不要在聊天室聊天啦 底聊天室聊天 没有结果 给你下定位气来 你聊天室嘴嘴嘴嘴嘴嘴 你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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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是您住哪个か evening你好 我住花蓮我姓周 周先生请讲来 tôi会投给侯涵 喉喊 对 因为柯文哲太厉害了 厉害没落脚不久 对啊 合作就合作 大家是用诚意 不用每天在那边放话 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昨天那如果最后是 喉科或柯猴 乐观其成 为了国家好一切都OK 所以你刚才骂人家 什么厉害 就是柯侯侯侯侯侯也会投 要就快点啊 还在那边偷偷偷 不然就是这样啊 所以侯侯或柯侯你还会投 侯涵你也会投就对了 就是不投给赖而已啦 国也不会投 国也不会一乱乱的嘛 没有诚信嘛 那不管侯侯侯侯侯侯 你觉得会赢吗 如果合作当然赢的机会比较大 其实要看人民的智慧啦 如果要这样再让民进场刀 他也没有办法 我怎么觉得你在骂人 要靠人民的智慧 本来就是啊 你要靠人民的智慧 四年前蔡英文怎么会当选 你怎么还在期待人民的智慧 对啊 就是看人民的智慧 因为大家希望要下架他们嘛 所以就看人民的智慧 周先生你觉得我们的选民有智慧吗 到基本上到我现在来看 其实是没有什么智慧 那你在期待什么 对啊 我期待国家要好 我期待国家要好 周先生 以前睡觉有名啦 不用再期待选民了啦 我们的选民谢谢啦 谢谢我们的选民有什么智慧 我再不相信 还不是投 对不对 选民投票是没有什么 什么什么逻辑可言的 1900万的公民 大概会开出1400万的这个投票 票数大概是1400万 你说这1400万的投票 都是理性的吗 都是深思熟虑的吗 有去认真的比较每一个候选人 每一个政党的政见 或是真的吗 周先生 我觉得你最后讲 这什么叫做要看选民的智慧 选民的智慧有什么好看的呢 你对台湾的选举还有什么 上个礼拜在讨论赵天龄 这个礼拜在讨论梁文杰啊 我们的 四年选一次总统啊 可是讨论的是那种 三色星的东西 哦 有两个长发辣妹走进去 走进去哪里 走进去同一栋大楼 走进去同一栋大楼 那跟梁文杰有什么关系 啊 影射的杀伤力最强啊 那他们为什么会 晚上会走进 看图说故事啊 这不就是我们 我们四年一次的选举吗 那你说 这个选民有什么智慧呢 对不对 赵天龄跟那个女生 这么这么多年了 然后被爬出来 大家 周先生我了解你的意思 周先生我觉得 期待选民的智慧 我们先进广告 好不好 谢谢大家 非得万三 我是陈辉文 我们今天有 网路投票意见调查 刚刚花莲周先生 这个这么 这么catch时事的 提到他支持侯涵配 来 韩国瑜变成吸票机 韩国瑜可以当副总统 韩国瑜可以当立法院长 韩国瑜还可以当 部分区低民 还可以当统窟 韩国瑜怎么这么好用啊 怎么这么多用途啊 那国民党那些人在干嘛 国民党其他人在干嘛 国民党怎么四年过去的 还在靠韩国瑜呢 来来来 先做意见调查 这个侯涵配你会支持吗 还是你要去投科批 还是要去投赖清德 这个或者你不投 或者投废票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 如果国民党推 侯涵配的话 第二个你们参加意见调查 千万不用管我的 这个投票是什么 因为我不重要 我只是来主持的 这电台不是我的 我终究是个过客 在我还有机会主持的时候 大家赶快call in 特别是每天来聊天 是聊天的朋友 你们不call in 你们到底是来来干嘛呢 海岩宝宝我有点点过你名字了嘛 对不对 黄淑税你也都不call in啊 周江苏你只会叫我老弟而已 你为什么不call in 你有什么困难吗 许子竹日本应该有电话吧 可以卡 Niko也不call in 李道阳 谢谢你的这个斗内 可是李道阳要call in啊 魏彤彤 为什么不call in呢 你在怕什么来 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打开的 02363995 有备而来的朋友赶快打 不要在聊天室在聊的 聊天室有1700多个人在聊 在聊什么呢 上来聊啦 你们怕什么 曹昌辉 你是你犹豫什么 我下礼拜再打 你确定我下个礼拜还在吗 下个礼拜你还在吗 下个礼拜我们两个要同时还在 然后你打进来才算数啊 好不好 叮叮叮我现在就等你啊 什么要打打不进去 叮叮叮赶快打 控制2363Q55 有打有机会啊 你怎么这样子 你好 你好你好 您住哪贵心你好 你好爱伦99 艾伦99谢谢你的捧场 来来来 艾伦99你听几年了 我说你听几年了 听我们节目听几年了 有七年了 七年 好来请说来 有喉喊可以 那有磕就不行 有磕就不行啊 对 所以喉磕跟磕喉你都不要 没办法 为什么 就是不喜欢磕 你会不会被出征啊 不会啦找不到我啦 我也不知道你住哪里 没问题 还有这样子 艾伦99 你知道你到底住哪里 可不可以讲一下 中和 你住中和啊 你看我们两个多不熟 不熟不熟 就是有磕你就不行啊 你支持侯涵配就对了 没问题 对的 不是艾伦99 可是 韩四年前选总统 现在跑去当副总统 啊这样不委屈吗 为了中华民国 不要这种大帽子啦 我阿腰羞啊 这种大帽子 你这大帽子一出来 韩国瑜就投降了啊 希望真正为中华民国做事啊 就这么简单 你讲这个这个大帽子太那个了 好谢谢艾伦99 感谢你口音进来 再见 拜拜拜拜 好我们希望下一位朋友 也是有悲哀的朋友 赶快打 不要再聊天 是聊天 是到底在聊什么 漂亮店长没有韩侯佩啦 漂亮店长你那个 那个选项你没有看清楚 老宋你在干嘛 怎样李道扬你也觉得 我是觉得很委屈 为什么要去当后宇的副总统 我怎么看都看不懂 你好你好 嗨哈喽你好 喂喂喂 这样子你是在无聊什么呢 你为什么干这种无聊的事情 这我连骂你都懒得骂真的是 你好你好 嗨哈喽哥吗 你好你好 我是新店我姓徐 徐先生请讲来 我支持侯友宜 那我坚决反对这个跟柯文哲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柯文哲就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 当初他跟民进党在那边咕咕嘀 现在回过来又找国民党 你说这样子怎么投的下去 基本上就一个变色龙吧 那我觉得这一次呢 我希望国民党破局 就是不要跟柯文哲合 因为破局呢 我觉得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国民党 因为这些深蓝的 尤其像我也是深蓝的 原本呢对于侯友宜是觉得说 到底要不要投他 但这一次破局之后 就要给柯文哲好看 一定要出来投票 让柯文哲的民众长好 泡沫化 徐先生你的意思我了解 徐先生你的心愿能达成吗 我直接透过呼吻哥 你的广播电台 让大家知道我的心愿 能不能达成 那就要看国民党这些当时执政者的智慧了 那徐先生我们假设一个状况 就是说 就是一两个礼拜之后 假设侯柯跟柯侯 他们终究是谈好了 然后侯柯跟柯侯 这样你会去投票吗 我不会投 而且我会我讲 如果这样做的话 国民党就完蛋了 侯柯或柯侯 国民党就完蛋了 对 因为基本上 国民党一个常常最大的 这个在野党 你去跟一个民众党去和 讲白了 你没有个党格啦 我们今天分担也看不下去 绝对不会去投的 所以最后如果什么韩国瑜啦 马英九出来拜托你也不投啊 不投 因为我觉得国民党就是被这些人 我讲了国民党就被一只猪 被一个猴子给搞完了啦 就没有了啦 好 徐先生谢谢你扣意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好 那刚刚没有打进来的朋友 我们要等6点40分以后 请你在线上稍后 聊天室的朋友不要再聊了啦 过了这个村不见得有那个店啊 好不好 来给我那个漫画那一张 好 那当然这个蓝白河 他当然是歹系托朋 我会再次跟大家报告 那个时间点是11月20号到24号 也就是下下个礼拜一 今天6号嘛 对不对 6 6 7 13 13加7 20嘛 所以下下个礼拜一是11月20号嘛 就是那个礼拜是登记 总统跟立委登记的时间 是11月20到24 所以呢 换句话说 再两个礼拜 最多最多再两个礼拜 你就可以看到蓝白河的结果 包括郭董 不是只有蓝白河 连郭董的结果 你都会 确定郭台铭大到底 会不会独立参选到底 好不好 你如果真的觉得 奥乙拖币的朋友 就再整两个礼拜了 那选民会不会像 刚刚我们这个新店 的徐先生这样子 无奈的剧头呢 就是说你这个 你这个导演跟演员 你们演的张力太差了 剧本太差了 大家看这个戏 看到腻了 看到法了 不想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大家都觉得 比较没什么 你看你们这样子吵来吵去 骂来骂去 然后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我长期以来的观察 就是各Cable台的 这个收视率 自从中天被关台之后 中天的收视 那个数字不见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每天 都在看电视台的收视率 以前中天的收视率 都是第一名 对不对 然后新闻 龙卷风 还有那个什么 深喉咙 新闻深喉咙 就是中天的招牌的 争论节目 都是前几名 那自从中天被关台之后 理论上 他的收视率 应该是share 应该是被 譬如说 华市去占了52台 那应该是华市 去取代中天的频道 跟他的收视率 那如果华市吃不掉的话 应该是看中天的 应该去看别台才对 52台变成华市的 我不想看 那我应该去看其他台 52台的上一台 或是下一台 我遥控器随便我转 可是从中天被关台之后 我长期的观察是说 华市的收视率都很差 就是我们7家Cable 有线电视的7家 华市一直都是第7名 以前这7家 中天都是第1名 52台以前都是第1名 现在52台永远都是第7名 那个我也不去笑华市 那现在问题说 原本看中天的人 跑去哪里的 你不觉得奇怪吗 原本看中天的 你就不看了吗 你把你家的Cable剪掉了吗 那你不看中天 你看什么呢 我去打电动的 我去追剧的 整个看中天的收视群 就不见了 不只是中天的政论节目 连中天新闻的 基本盘的那些 也不见了 直接消失在收视率排行榜上面 整个就不见了 因为我刚刚就跟各位讲嘛 理论上你开机率 52台我不看了 我应该去看54台 或是看56台 或是看49台 我应该去看别台才对嘛 所以理论上 其他政论节目收视率应该往上啊 因为你吃到了中天 四出的大饼嘛 对不对 可是其他政论节目的收视率 特别我讲 譬如说绍康好了 绍康的收视率他没有比较高 绍康的收视率目前是很好 可是他就是以前中天还在的那个数字啊 这样大家了解吗 理论上 以前看生喉咙的朋友 现在应该同时段嘛 他应该转去看绍康才对啊 对不对 我没有中天可以看啊 我又不想看华氏 那我应该去看绍康啊 可是绍康的收视率 并没有因为中天的关台 获得增加 所以我是用这个数字告诉大家说 可能大家都 你知道吗 就是不看了 或者看你们蓝白河 这样子吵来吵去 骂来骂去 心情都不好啊 那刚刚跟大家讲 时间中选会的登记倒数是两周嘛 那两周之后 你就看说两周之后 尘埃落定大势底定之后 会不会那个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的预测是这样 第一个我的预测是说 我认为郭台铭不会去送连署书了 好就郭台铭去送了 我这一点 我再次的跟听众朋友说 对不起 我的猜测是错的 郭台铭去送了连署书 那他号称送了一百多万份 奖是这样子 中选会审核通过几份 还不晓得 要中选会审核通过 才算是几份嘛 所以他的这个 实际连署的份数 一定是比一百万份还低嘛 好可能剩几十万份 那确切的数字 要14号才会公布嘛 那再一点就是说 等到14号公布郭台铭 正确的连署数字 份数之后呢 郭台铭还要再做一个决定说 那他要不要去中选会登记 如果他去中选会登记的话 他的名字就会印在选票上面 这样大家理解吗 送连署书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公布你连署的数字 第三阶段是郭台铭 如果通过的连署的门槛 他会不会到中选会去登记 那这是郭董的部分 我之前跟大家的预测是 我认为蓝白最终还是会合 因为大家长期观察柯文哲 他习惯性的失言跟羞辱别人 你看他之前羞辱陈菊 羞辱蔡总统 他是习惯 他也经常开韩国瑜的玩笑 说韩国瑜念书念不多 韩粉是鲁蛇 陈菊是比较肥的韩国瑜什么的 柯文哲就是嘴贱 那我们 就是我刚为什么呛这个花莲的周先生说 台湾的选民是不值得清 你看年轻人他是一面倒的支持柯文哲 台湾的年轻人就是这么的可悲 就说阿伯 阿伯讲话好好玩 阿伯会讲你背 这好好玩 他们要去支持阿伯 柯文哲说谎瞎掰丑女 性别歧视 你们都无所谓 柯文哲对同婚讲过很不得体的话 你们也通通抛在脑后 那我要讲什么 那我干嘛去跟你们对干我干嘛去当科 那你们要支持柯文哲是你们的事情 台湾的未来是看你们又不是看我 我棺材都盖一半了 我还管你三千 搞不好是四分之三 身体不好搞不好很早就再见了 这个我根本无所谓 我根本不在乎 那你说期待台湾的选民 台湾的选民是不用期待了 好不好 但是即便我跟各位讲说 柯文哲他习惯性的失言跟羞辱 那蓝的会不会含泪投票呢 但我的预测没有变 我认为蓝白最后还是会合的啦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什么什么德国制度 什么什么日本的制度 当国民党一直在丢球的时候 柯文哲都没有把话讲死 反而黑脸是黄珊珊在办 对不对 黑脸是黄珊珊 柯文哲是当白脸 柯文哲说 大家在等一等 什么什么火车 什么结婚 各种的什么的 柯文哲他展现了 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个性跟EQ 他是脾气很差的人 可是为什么在蓝白和这一局 他表现了这么的温良恭敬让呢 一定是有他的目的 所以我认为蓝白到最后还是会合 那问题是说这样的一阵的折腾 那国民党的支持者 还会不会去投票 那我认为侯友宜 他一秒就答应当副手 我如果侯友宜他落选的话 假设不管是侯柯配或柯侯配或是侯涵配 除非侯友宜当选 不然我认为如果他落选的话 很有可能民进党会罢名他 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政治判断是零分 你该快的时候不快 该慢的时候不慢 你说你一秒钟就答应当副手 这个对新北市民的这个 因为柯文哲他现在不是台北市长 柯文哲没有代字参选的问题 柯文哲只要去说服他的民众党的支持者 他的柯粉 我这个大局为重 我们要放眼2028什么的 柯文哲当副手 他比较能够自圆其说 可是侯友宜是不一样 因为侯友宜是代字参选 他现在新北市长是请假 你说你为了国家为了什么的 你要拼总统 我们也就比较 比较能够自圆其说 可是当朱立伦问说你柯侯佩可以吗 你当副总统好吗 你怎么会一秒钟就答应呢 你怎么一秒钟就决定呢 我很早以前就告诉大家 如果侯友宜被迫要当副总统的话 不如柯朱佩 柯朱佩 侯就回去当新北市长了 你就不要选了 对不对 因为你是要选总统的人 你现在 时不我语 你没办法选总统 那你就认输 你就回去当新北市长了 怎么会是说 柯侯佩让你当个副总统 你也要呢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说 我心疼韩国瑜 我希望韩国瑜不要去当副总统 副总统像今天中午有一个 跟我来开杠那个大陆的朋友 有个好笑的 他说 什么什么世界各国的 什么什么 什么副总统的设计 什么不知道在鬼扯什么 乐山的 乐山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在鬼扯什么 我们的副总统是一点功能性都没有 比较像是丑庸 我们先进广告 飞天晚餐 我是陈辉文 听到我们今天有意见调查 这个是上个礼拜 有人开始抛出这个 所谓的侯寒沛 就是国民党如果在蓝白河 破局的状况之下 总要有个备案 因为就倒数两个礼拜 那备案的这个 这个人选呢 就是由韩国瑜去搭档 这个侯友宜 侯友宜选总统 韩国瑜当副总统 所以叫做侯寒沛 如果是侯寒沛的话你支持吗 如果是侯寒沛的话你会去投票吗 你会投侯寒沛 还是投赖清德 还是投柯文哲 那如果你在我的YT投票的话 你还可以选郭泰明 那因为在我们这个YT聊天室 这个就是YT的机制很差 YT是一个美国公司 很糟糕 YT跟谷歌 这个点点点 YT跟谷歌是同一个老板 那他们的这个 我也不晓得要怎么批评他们 就算了啦 抽 抽Commission抽30% 他不管你大台小台 他都抽30% 你抖那100块 他是直接抽30块 所以你的直播组 只能拿到70块 30%YT就抽走了 他的比例就是30% 他不管你是大台还是小台 他固定抽30% 可是就像我刚跟你讲说 四个聊天选项还是五个聊天选项 这个成年已久的问题 YT他就是没办法解决 这不是很蠢的问题吗 那你在干嘛 那我问你 那为什么不能复选 有没有 我们不是说 那我可以选一跟二 或是三跟四 我可以复选 他连复选的机制都没有 YT他就独占这个 这个直播的平台 就没办法 好不好 把YT骂完了 大家还是要去投票 看你是要投侯涵配 还是投科批 还是投赖清德 或者你不投或投配票 好不好 来我们要开放我们的 Coin电话来 这我们换68天 倒数68天 0223 63995 我们还在接两通 这个控日236 3Q5 这个我们这种Coin电话 欢迎有备而来的朋友 打电话进来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有备而来的 来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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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宜兰毕信徐 徐小姐 你好请讲来 我不投113我要去交友 113你要去交友 对 还听不出来我是谁吗 宜兰徐小姐 我要听出来你是谁吗 我是宜兰徐啊 宜兰徐小姐 我要听得出来 不认为你是宜兰徐 你不知我住宜兰吗 那你不是人在台北吗 我在台北上班啊 但我住宜兰啊 嘿 我跟你不熟啦 好啦我真的不熟 我完全听不出来你是谁啊 宜兰徐小姐 而且你的声音我也不熟 真的哦 因为我们很久没抠那个抠音或抠傲啊 你才跟我几百年前通过一次电话 对啊 所以你的声音我听不出来 嘿 抱歉 而且而且你今天中午有来吗 我今天中午我挂听啊 没有出现在那个 你看你看 哈哈哈 我被人家说我移民 然后你也不出来讲话 你这边就直接就翘课还讲 嘿 哈哈哈哈 其实我晚餐 赶快一直拨电话 你看 哦 终于拨通了 我刚刚应该先洗一遍 把你按掉才对的 啊我 真的吗 我有被你按过 我有被你按过 我每次通了都要被你按掉 我吵帅了 真的吗 嘿 那我应该 我应该礼拜五的时候 这样说不定 T-shirt还是那个 就是我送的 对不对 哦 再见 哈哈哈 再见 但是你就是决定不去投票就对了 嗯 应该 如果这个局面 正这样看来的话 我不去投的决定还是没有动 哎 喉科 科喉 喉喊你都不要 都不要 都不要 太难看了 嘿 那就直接出去玩就对了 对啊 就出去玩啊 是是是是 好 谢谢 谢谢你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我是真的听不出来他是谁 宜兰徐小姐 然后他说他是欣娜序 我听不出来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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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怎么样 我认得出来就认出来 认不出来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是清白的啊 我怎么听得出来你的声音 我真的没听出来 来来来 我们还在接通 02363995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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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基隆小白 小白 请讲来 我支持 喉科配 但是这个科不是科文者 是科之恩 喉科配 好有一片科之恩啊 为什么 没有 这起码都是国民党的 那重点就是 回过头来 就是九二公事这件事情 起码国民党是有共事的 那白的有支持说 他有要支持九二公事吗 看来好像还没有吧 他们也是 尖锋转舵 那甚至于他们也是没有真正的中心思想的 嗯嗯嗯嗯 对那起码有一个共事之后 你以后去施胜跟你的一个我们讲的政策传承才有真正的依据啊 嘿 那那个那个小白我可不请问一下你为什么对柯智恩的印象这么好 因为上猴的弱点刚刚提到就是对于呃我们讲的 外交啦或者是相关的一个部分可能叫弱项 但是起码呃在这一块 那个猴友宜的部分有他的补足应该加分会加分不少 他也不会外交啊你是不是弄错人啊 啊不好意思啊 那那柯智恩的专长是什么你知道吗 教育吗 对啊他的他的专长怎么是外交呢 你你你 但是我印象他语文能力非常好啊 对他是刘美的刘美跟语文能力好没什么关系啊 这是跟我们找翻译找口译呢 哈哈哈哈 对啊但是我就是对他印象很好然后 你对柯智恩印象很好 对尤其他可以愿意去高雄打拼我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敬佩的事情啦 比一些男性的候选人来讲他算是也是另外一个很有担当的候选人 小白当初张亚中想选杨智良想选 朱立伦都不让他们选呢 呃这就是国民党对他问题啦都觉得自己很厉害 他跟你讲说柯智恩是朱立伦直接轻定去选的啦他是朱的人啦 哈哈哈哈 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 诶这个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 小白谢谢你call in了好不好 对谢谢 谢谢谢谢这个小白都点播了来来来来 那呃你当选后会改台独克纲吗 现在的克纲是叫台独克纲嘛 现在的克纲先把这个前提弄清楚一下 现在的克纲并没有是台独的克纲 只是现在的克纲不像过是我们学那么多 从这个历史还有从地底来面弄到 他只是把它变得更软性的克纲 所以他说台独克纲这个前提上面这四个字 大家就是有一些的疑虑啦对 小白这样子你对他印象很好喔 小白 刚刚里里头头在讲的人就是柯智恩欸 他连台独克纲都不承认你要投他喔 你要投侯柯佩 侯友宜配柯智恩喔 他去选高雄有什么好高兴的 但是别人想选朱立伦不让他们选啦 罗智强想选桃园门都没有 张亚中想去选高雄门都没有 杨智良说我来选 朱立伦根本一点机会不给他 朱立伦直接派他的爱将 柯智恩下去选高雄啊 嘿 然后这个是在中天的专访的时候 侯友宜坐在旁边呆若目击啊 然后回答题目的回答答案的抢答的是柯智恩啊 好 谢谢阿智喔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 这个投票的结果喔 没关系啦小白你要支持柯智恩是你的自由 但是我是补充让你了解 选票上面有柯智恩我是绝对不会去投的 好不好 我们谢谢1830的朋友参加我们今天意见调查喔 如果蓝白河破局国民党推侯涵配喔 请问你的投票意向喔 呃愿意投赖神的是14% 投科批的是16% 然后不投或投废票是17% 要投侯涵配是51% 有超过一半的听众朋友51% 要去投侯涵配喔 这韩国语真的是吸票机嘛 嘿我真的是很好奇 这个阿智给我第二标第二段的第二标 他他真的是吸票机吗 这我我比较呃 我我我会比较纳闷啊 就说因为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这个是网路的意见调 他不是真正的民调 如果国民党最后推的是侯涵配的话 当然会有他的 这因为这个侯涵的五场万人造势都结束了 这个前天11月4号在台北市是最后一场 现场号称三万三万五四万四万五 甚至有人含五万 我都从宽认定我就算你五万了 以前韩国语的造势没有五万人了 你去看以前韩国语的造势哪一场是五万人 如果韩国语的造势一场只有五万人 他早就下台了 那可是侯涵移现在的造势最多最多就是五万人了 好 那没有关系啦 就是说这个蓝白河的这个奥虚拖势 那这个会不会是这个 韩国语会不会变成是真正的吸票机 这个也不是我说的算也不是我决定 是大家 大家共同的决定 好不好 那因为这个他会有很多 比如说今天不是讲梁文杰吗 梁文杰的事情他会去 我们回那个漫画那个 梁文杰的事情会抢走一些新闻焦点 那刚刚最新的消息是那个 网红这个酒妹 他涉嫌吸毒被捕 那这个又可以吵很久了 因为酒妹是个大网红 然后 反正我也不去讲那个细节 当然吸食大麻当然是犯法 当然是毒品罪 那个案件的细节反而不重要 那因为他是网红 酒妹是个大网红 那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些 像什么馆长啦 统神啦 椅子哥啦什么的 一定又会去酷守他 这又要再炒老半天 我不晓得我也没办法 好 那也就是说像赵天龄梁文杰 或者像酒妹这种事情 他会去抢走美光灯跟舆论的焦点 好这是没有办法并 但是我们就剩 这个68天啊 到了明天就剩67天 就倒数计时要投票 我们四年才投票一次 那我会觉得啦 其实现在所谓的侯涵配 或者说不分区第一名啊 或者让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我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像吃豆腐啊 就很像四年前被你们打成落水狗 四年前大家说 甚至国民党有立委说 韩粉绑架的国民党啊 好为什么韩国瑜会常败是 韩粉绑架国民党 怪韩粉啊 韩粉会绑架国民党我怎么不知道 对不对 就四年前输得这么惨的韩国瑜 然后四年之后 国民党已经走到这地步 需要韩国瑜来站台 需要韩国瑜来吸票 要他去当副总统 要去当部分区第一名 要去当立法院长 怎么他现在就突然变成这么的炙手可热 我会觉得很很离谱啦 我不认为韩国瑜有这么多的这个 因为四年前的他跟现在的他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四年前的韩国瑜 我刚就跟你讲说怎么可能是 五万人六万人的这个造势大会不可能啊 是五万六万的好几倍啊 动辄都是二三十万起跳的 怎么可能来五万人 对不对 那现在你说让他去当什么副总统 或是当部分区 那如果韩国瑜推辞呢 如果韩国瑜牵账说 这个我总统都选过了 有比我更合适的像柯志恩啊 柯志恩去当副总统啊 柯志恩的这个刘美的博士啊 教育的专业啊 然后是朱立伦的爱将啊 你看柯文哲跟朱立伦谈 谈了两个女的 一个是卢秀燕 另外一个就是柯志恩 柯文哲跟侯友语谈 谈一男一女 一个是韩国瑜 另外一个还是柯志恩啊 所以可见柯文哲多么喜欢柯志恩 那就柯柯配 柯文哲配柯志恩 哦所谓的柯柯配 没有那个是开玩笑啦 就说看他们蓝百合 最后的决定 我会觉得说 现在在消费韩国瑜的这些人哦 你四年前有挺他吗 现在消费他很好玩啊 就这样子这个 就对不对 乱点云阳谱啊你去选这个 你去选那个啊你去干嘛 你去干嘛 很像他是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这样的角色啊 可是四年前他选的这么辛苦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有在他旁边吗 你们真的有支持他吗 我同意希娜徐的讲法 我是没有要去交友啦 但是我是不会去投票的 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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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